铁道游击队 第十一章 夜席临城 冯老头在这里发动的小武装,都穿着农民的服装,背着土造步枪,带队人是个名叫深茂的中年人,只有他有一颗匣子枪。 在短短的接触中间,老红看出他是有着慷慨性格的在外边跑过腿的人,一喝了几中酒,嘴就不住地叨叨起来。 一见面,深茂就捶了一下大腿狠狠地说,你们可来了。把我们判坏了呀。怎么?老红亮着眼睛问,你们在这里还有什么难处吗?难处可有的是。咱刚成立,这几条破枪,人家都看不起呀。 到一个庄子里,别人问我们是哪一部分,我们就没敢打出八路军的旗号。 这里的地主,都和中央军通气,所以这一带到处传着谣言,说共产党共产共妻,杀人放火,青脸红发,吃小孩。 我们要说是八路,那就很难活动。听到这话,老红生气地说,我们到这里后,当然要打出八路军的旗号。 我们怕什么?我们是人民的队伍,只有我们才是最坚决抗日的,他们反共就是反人民。 政委也说,我们到这里后,要用实际行动来回答敌人和顽固派对我们的造谣污蔑。 这些谣言是见不得太阳的,当我们和人民见面的时候,他就会一钱不值了。 老红看到这些农民打扮的队员们,是那样羡慕地望着枣装这一班子的穿戴。 一色的匣子枪,多么威武呀。 小坡和小山几个队员,又在起劲地对他们谈枣装杀鬼子,夺枪的故事,听得人们都砸着舌头,连声称赞。 刘红便问深茂为什么不搞几支好短枪。 我们也老想着,可是往哪搞呢? 深茂为难地回答,去和鬼子夺呀。 老红直截了当地说,他用发亮的眼睛直视着深茂,好像在审视着对方的胆量。 在老红的眼光下,深茂有几分胆怯,他躲开了老红的视线,微微地摇了下头,嘀嘀地说。 能空着手多么? 当然能。 老红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有决心,什么事都可以办到。 深茂和老红简短地谈话以后,他深深地感觉到刘红队长的确很厉害,一听语气,就知道是个说到就能办到的人,难怪他能领导那一班子把早装鬼子闹得天翻地覆。 李正和老红在一个小屋门口停下,门口有深茂的一个队员端着一颗步枪在守卫着。 李正看见里边绑了两个人,便转过头来问深茂。 犯人吗? 是,深茂有点口吃,但又接着说,不,不是。 什么人? 本来深茂想之无一下就过去了,可是李正一定要问到底。 一提到这犯人,深茂就压不住心头火了,他一面怒视着被绑的两个犯人,一面愤愤地说。 正为? 他们是什么人? 都是些肉头顽固淡雅。 他两人都是东庄的有钱户,家里都有枪,这一点我们调查得清清楚楚。 我们去问他们借来打鬼子用,他们不肯,三番五次去劝说,一口咬定说没有。 我们抗日没枪时,他们却把枪埋起来秀坏。 说到这里,深茂更火了,用手指着两个犯人的脑袋叫着,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要有一点中国人味,就把枪搅出来,献你们今天晚上搅出来,不然,就把你们吊起来,看你们硬,还是姓深的硬。 深茂回头望望正伟,见李正和老红微微地在皱着眉头。 他以为正伟也在为这些顽固淡生气,所以临走开时还愤愤地对李正讲。 正伟放心,我总会把枪搞出来的,不给他们点厉害,他们是不会把枪拿出来的。 上次有个家伙就是这样,开始怎样动员都不行,可是一吊上梁头,就说实话了。 他说了藏的地方,第二天我们就把枪挖出来了。 回到屋里后,李正对深茂说,你们就这样搞枪吗? 是啊,正伟,你们搞错了。 啊,搞错了。 深茂望着正伟严肃的脸,又望望老红。 老红也简洁地说,搞错了。 刚发动队伍,动员一些民间的枪支是应该的。 但是方式一定要注意。 当然有枪的户,多是有钱的人家,都是过去防土匪买的枪,说服不太容易,但是我们还是要耐心动员说服。 嘴都磨破了呀。 这些顽固蛋,不听咱那一套呀。 深茂以诉苦地声调对正伟说。 当时说不服,宁肯不搞,也不能扣押他们,正伟静静地说下去。 深茂同志,你知道这样做有多大害处吗? 当我们在一个地区还没有站住脚,鬼子,汉奸,中央军,地主都在到处散布谣言,污蔑共产党,八路军,而广大人民对我们还不了解的时候,你这样做,就会更增多造谣的人。 同时这些有钱人都是些抗日不坚定的人,如果我们把他们逼得急了,他们会跑到鬼子那方面去,掉过头来反对我们,多树立了敌人,这些都会增加我们活动的困难。 放了吧?同志!老红干脆地对深茂说。 当晚深茂就把那两个人放了。 临放时,李正对那两个家伙说,抗日是大家的事,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把鬼子打出去。 如果有枪不拿出来,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回去想一下吧。 被解绑的人,对李正连连点头秤势,回家了。 他们又回到屋子里,李正又对深茂讲了些八路军的政策,特别重要的是群众纪律,接着李正把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释给深茂听,最后李正说。 只有严明的纪律才能说明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环境越艰苦,我们就越应该注意纪律,我们一定要爱护和尊重群众利益,来取得人民对我们的支持和拥护。 现在湖边环境暂时还平静,在铁道线上的敌人,还来不及向这边发展。 可是以后敌人伸展过来,环境恶化,我们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就休想在这里站得住脚。 是,是,我现在明白了。 身貌不住的点头。 从昨天你们来,我们看到早装队员的一色匣子枪,真是又羡慕又着急呀。 这边发动的人,都是些土枪,还不起全,以后扁道一起打仗,我们怕搭不上手呀。 丢人是小事,影响战斗是大事呀。 枪马上要换的,这没问题。 真的吗? 听到老红的话,身貌高兴了。 他接着问,和谁换呀? 和鬼子换? 这还用问吗? 老红向李正笑了笑,发亮的眼睛直视着身貌。 身貌从老红的话里听出坚定不移的决心和信心,他的信心也树立起来了。 对。 就这样做。 那么,你谈谈林城的情况吧。 谈到林城的情况身貌是太熟悉了。 站前他就在林城站做事,鬼子来了,搬到农村家里种地,虽然不在林城住了,可是林城熟人却很多,所以他也常到那里走走。 自从拉起了队伍,他就不大赶去了。 有些队员,由于家就在林城附近,还可以偷偷地进去,所以林城站的消息,他经常听到。 现在他望着李正和老红,不加思索地告诉,林城住有一中队鬼子,站台上住一个鬼子小队,另外还有一个从东北调来的汉奸警备队。 前些时从南北开来的冰车很多,大都是运的鬼子,从这里下车。 林城住满了鬼子,以后又转林早之县向东开。 听说是到山里进行扫荡。 扫荡以后,鬼子冰车又从东开过来,从林城转到,南来的南回徐州,北来的北去衍州。 鬼子扫荡是各地抽来的,就又各归原房。 现在鬼子正在林城站北修水塔,每天四下抓人派人去给鬼子抬砖运土。 说到这里,深冒叹口气。 修水塔每天要伤不少人,不是做工累伤,就是做慢了被鬼子,汉奸打伤。 修水塔那个地方离站台多远? 老红问。 约半里路。 那里住有鬼子吗? 为了监修和看守材料,听说那里临时住有几个鬼子和汉奸。 咱们能派人到林城里边去吗? 能。 一个姓陈的家就住在林城,他常偷偷溜回去。 好。 我们能把那里的情况侦查清楚,就有枪了。 为了更有把握地完成这一任务,李正和老红、王强商量一下。 晚上,把彭亮找来,要他和姓陈的队员到林城站去侦查,因为彭亮过去跟司机跑车长到林城下车,在这里车上车下,都有些熟人,比较方便些。 第二天,彭亮打扮了一下,就和另一个本地的队员出发去侦查了。 这天,天气晴朗。 李正和老红叫王强照顾队伍,他们带着小坡,由深帽带路,到湖边去看一下地形。 出庄向南走出半里路,就到湖边,前边有一个土丘,上边有几户瑜伽。 登上土丘,朝南一望,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湖光景色。 只见满湖都是榨出水面被溢过的黄色枯草根和残河梗,在枯草河梗之间,有着许多交叉的小河道,像荒芜的陆地上的道路一样四通八达,靠近岸边有几只渔船停泊在那里。 深帽指着湖中摇摇在望的一个黑黑的山影,对李正和老红说。 那就是微山岛,距离咱们立脚的地方,整整18里。 他又向东南一个高的指去,那是赤山镇,在沙沟车站的后边,现在是个鬼子据点,离微山岛只有12里水路。 坐船到微山岛的多长时间。 风顺一个钟头就够了。 为了要了解微山岛,他们走下土丘。 深帽和船家很熟,他们雇了一只小船,顺着正南的一股小河道,向微山跨去。 湖面已截着薄冰,小船破冰前进,被击碎的冰块敲着船沿,铿锵作响。 湖水冲击着镶着河道的冰岸,有的冲向平滑的冰面,有的冲向冰底,湖水顺着枯草梗窜出,鸡鸡乱鸣。 直到这时,李正才看清,枯草下边并不是陆地,依然是水,只是人们循着水浮皮将水草的上身溢去罢了。 草梗还是泡在水里,是枯草梗把水隐蔽住了。 所谓河道,原来是渔民为了划船方便把这里的草梗连根拔去,水面就露不出什么植物了。 画了几里水路,李正向四面了望,向到了一望无际的黄色草原。 成群的水鸟在水面上旋转,突然远处草原里冒出两股白烟,接着通通两声炮响。 什么是? 那是瑜伽爬在小刘子里,钻进草梗子里在打水鸭子里。 接着身帽指着两边的草梗说。 到来年春天,这苦江长起来有一人多深,我们可以隐蔽在里边打鬼子,敌人找不到我们,我们水路熟,可以消灭敌人。 郑伟,这真是好地方呀。 一到夏天,满湖都是荷花,这湖里尽出宝物,哦,莲子,鸭蛋,鱼。 对。 这却是个好地方。 李正,老红都连连点头。 小坡向西南遥望着,在水面上看到几个灰色的村莹,踏斥呼着。 那边不是还有庄子吗? 不。 申茂说,那正是湖中心,哪里来的庄子? 这是停在渭河两岸的船帮,他们都是三五十只,百多只的聚在一起,一年四季停在一个地方,以打鱼为生。 渭河正从湖里穿过? 他们从微山西头一个小庄子附近上岸。 这里停泊了不少渔船,小庄子坐落在斜山坡上。 村后都是一起骑,步步向上的梯田。 他们顺着山道走一里路到了山顶。 山顶有块古老的微子碑。 在这里可以看到山脚下周围湖边的五六个村落,他们站在碑楼旁边,眺望着全湖的景色。 李正环是四面的湖水,无数白帆点缀着绿色的水面。 往北望去,他们来的一带湖外的村落已经模糊的只是灰色的一条线,东北湖岸稍近些村落隐约可变。 深茂指着正东灰色村落的一个红建筑物说。 那就是沙沟车站。 他又向东北指着一簇簇身灰带黑色的地方,那是临城站,两个车站离巴里路,可是在这一看,就很近了。 这时临城站正冒出滚滚的白烟,一列火车呼呼开出,沿着湖边向南如洞着,过了沙沟站,还是傍着湖边向南开去。 回头向西望去,但见水天相连,白茫茫一片,望不到彼岸。 李正从地图上知道,这威山湖是东南以西北长约一百多里的大湖,再往上边,接着独山湖,东平湖,三大湖连在一起。 记得去年他随部队从山西到山东来,正从东平湖涉水而过,那附近就是梁山。 一一武师曾在梁山和鬼子展开一场血战,歼灭鬼子约一个连队。 那梁山就是水浒转上的梁山坡。 当李正想到一千年前梁山坡英雄好汉聚会反抗统治阶级的故事时,很自然地联系到眼前的斗争,党交给他们任务,要控制这一段鬼子的铁道线。 为了完成这光荣任务,他们将要在这铁道两侧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在这里生根。 这里伊山靠水,却是对敌斗争的好地方。 将来,到西陆地上环境紧张,他们就以微山为依托,可以到水上来,在芦苇水道里和鬼子战斗。 老红,我们要在这里坚持,就一定要把这个微山岛控制在手里,必要时可以在水上和敌人打游击。 对,我们要能在湖上站得住脚,就得做好渔民的工作。 听到队长和政委研究要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身貌也兴奋起来了,我们这是海陆空对敌作战呀。 从火车到陆地,从陆地到水上,看吧。 够鬼子,瞧的。 这时西北方向隐隐传来了炮声。 李正和老红知道这是鲁西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在向我湖西抗日根据地进攻。 昨天接到驻下镇的运河支队送来的情报,湖这边的丸军州洞部队最近集结数千兵力,准备搞摩擦。 李正周下眉头说,我们到到西来,临城敌人还没有发现,不过很快就会知道的。 我们利用这个空隙,要很快地在铁路线上建立起关系,和湖边当地的人民打成一片,熟悉这里的村庄道路,给今后的对敌斗争创造条件。 说到这里,他略微停了一下,显然在为今后的情况做进一步估计。 接着他又说下去,我们在这里还没站稳脚,鬼子出动搜索我们,倒还容易对付,不过,国民党反共部队从西边压过来,倒会给我们增加不少麻烦。 这些归孙。 不抗日,专给抗日的导弹。 老红在叫骂着。 是呀。 上次我们队上,有个队员被国民党的中央军逮住,吊起来硬说是八路,要活埋。 那时我们还没有翻号,以后拖了些人去说说情,才放了。 他们过来,各庄的地主见人也都翻白眼了呀。 说这个是八路,说那个是共产党,到处捕人。 眼前有八路军的运河支队在这一带活动,地主还不大感动。 中央军一过来,他们马上都变脸,这些归孙抗日没本事,可是糟蹋老百姓却是好手呀。 反共。 他们不是和鬼子一个鼻孔出气吗? 奶奶。 他们咒骂了一阵,已经从山顶到了岸边,坐上小船,寒风鼓起了白帆,向北驶去了。 晚上,彭亮从临城侦查回来,向刘红、李正和王强汇报敌人的情况,兼修水塔的只有两个鬼子和三个伪军,住在临近的一个院子里,夜间有港,住的地方靠近北临城,明天北临城正逢大吉。 最后彭亮说,到临城站西南的古厅,正碰上班闸工友赵三,我到他家里坐坐,问了问那边的情况,他谈的和到里边去的那个队员谈的一样。 为了更有把握起见,我又亲自进去了一趟,遇到一列火车进站,我就从阳旗外扒上车头,开车的司机和烧火工人谈起来都是熟人,我就进去了。 鬼子,伪军住的是个三合头院,我围绕着看了看,就又扒上北行出站的火车出来了。 老红听了情况,把桌子一拍,搞。你看怎么搞法? 李正冷静地问。赵鹏亮那个办法扒车进去怎样? 车次的时间摸不准,没有把握,同时这次搞,还要带几个本地队员进去,一方面带他们打出个信心,同时他们也熟悉内部的情况。 他们有的不一定会扒车,上车的人多也不方便,我看明天逢大吉,四乡赶吉的人一定很多,我们借着赶吉魂进去。 好,就这样吧。 李正认为这是到临城的第一站,对新参加的本地队员影响很大,所以他找老红和王强谈,一定要打得有把握。 我带着进去吧。 老红说。就这几个人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吗?王强抢着说,你和郑伟在家,还是我带着去吧。 李正同意王强的意见,劝老红留下,另挑鹏亮,林中,鲁汉去。 申茂听说要进临城为他们搞枪,也争取带两个队员一道进去。 刘红和李正同意了。他们又加上申茂等三个,共是七个人,由王强,申茂二人负责指挥。 李正叫申茂去借些服装和感激用的东西。 申茂走后,李正对王强说。 要打得有把握呀。 保险。 王强眨着眼笑着说,不会在临城站丢脸。 李正又和彭亮,林中,鲁汉安排了一阵,同时准备和老红到临城站外去接应。 天渐渐暗下来,北临城急早散了,外乡来卖东西的都在收拾着摊子准备走了,本地的买卖人也都把货摊子移到店铺货架上了, 修水塔的四乡的民夫也都纷纷地回家了,只有高大的塔架子在黑营里矗立着。 靠近水塔的机场边上,有家张家客店,赶晚级的人都到这里吃饭。 投诉的商家,已把牲口拴在槽上。 这时从外边进来三个人,店家看见为首的一个背着钱搭,后跟一个扛着布袋,最后的一个黑汉推着小车。 吃饭吗? 店家走上来问,烙二斤饼,下三碗面,外加一斤猪头肉。 王强吩咐着,再来半斤白杆。 鲁汉赤呼着,少喝呀,兄弟。 咱还得赶路呀。 那就四两吧。 酒肉上来,三个人正在吃着,店家好心地上来问,哪里的客呀? 东乡。 王强激紧地回答,不常来赶急吧。 是呀。 有好几个月没来了。 我看也是呀。 你们不住店,吃过饭就赶紧走吧。 最近这临晨很紧呀。 现在椅上灯了,再不走,围子们就不好出去了。 晚上港很严。 我是店家,巴不得留你们住下,可是你们是远乡人,又没有良民证,夜里鬼,不,黄军茶店,不但你们吃不消,就是我也犯罪了。 我这是一片好心呀。 谢谢你,店家,我们马上就走。 我们是在等两个伙计一道走,所以耽误了。 王强对店家说。 临城站住了不少皇军呀。 怎么又这么紧了。 客人有所不知,店家小心翼翼地四下望望,见旁边没有人,才滴滴地说,早装过来一批飞虎队呀。 什么? 龟子叫飞虎队。 店家认真地说,是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 他们看样子还很厉害嘛。 临终也插进话来了。 哼。 太厉害了。 听说他们能在火车上飞,飞快的火车一招手就上去,早装的鬼子叫他们杀得可不轻,光阳行的鬼子就叫他们一气杀了十三个,一趟票车上的鬼子叫杀得一个不胜。 哎呀。 这班子可真行。 王强笑着对店家说。 他望着店家又送来一托盘烙饼和面条,就问道。 这是你听谁说的? 是听警备队的老总说的,店家说,他们从站上下来煎修水娄子,暂时在我这里包饭,他们吃饭时闲谈,我听到的。 嗯? 我该去给他们送饭了,送晚了会挨骂的。 店家在收拾着盘子,王强也随着站起来,对店家说,到那里送饭你不怕鬼子吗? 不,警备队三个老总住西屋,鬼子住东屋和堂屋,鬼子不吃咱的饭,我送到西屋就出来了。 我可不敢见鬼子,虽然我在这里住久了,可是见了鬼子就心跳。 他们杀个中国人不算啥呀? 好,我们也该走了。 我们那两个伙计,大概到旁边的店里吃饭了,东西先放在这里,回头算账。 接着他对林钟,鲁汉说,你们先在这里等等,我去找他们一下。 王强出了店门,天蚁完全黑下来。 北风顺着街道呼呼地吹,他摸了下腰里的短枪,向队过一个客店走去,看到深帽带着两个队员,他们都是商人打扮,也出来了。 他和深帽蹲在黑影里嘀嘀地说,里边正在吃饭。 分两路包过去。 不一会,对面胡同里闪出一个黑影,王强知道是彭亮,轻咳了一声,彭亮围上来,他们简单地低声扎咕了一会。 彭亮哲回头,又闪进胡同里不见了。 接着王强回到店里招了一下手,林钟,鲁汉出来,王强带着他俩也窜进胡同。 深帽带那两个队员从北边一个家道绕过去,都朝着西北水塔那个方向。 靠近水塔的旁边有座院门,门前的灯吐着黄黄的光亮。 王强和深帽都隐蔽在成堆的枕木和沙石后边。 当店家提着空托盘出来转进胡同后,彭亮提着短枪倾步跃进门里,王强紧跟进去,后边是林钟,鲁汉和深帽,分两批也跟上来。 院里静静的,各屋都有灯光,东屋不时传出鬼子的笑声,西屋只听着碑盘乱响。 王强靠近迎闭墙站下,彭亮正倚着堂屋的门旁。 这时,林钟,鲁汉敏捷地窜向东屋的窗下,回头望时,深帽他们已把手在西屋的屋门两边了。 王强握着手中的短枪,只等着彭亮在堂屋的动静,因为他们是以堂屋的枪声为号令的。 彭亮从门旁侧头望望屋里,屋里空空的并没有发现鬼子,床头墙上挂着一支龟盖形的日本匣子枪。 他一步跳进去,把枪搞下来,转身出了堂屋门,望着王强摆了摆手。 王强正望着彭亮打手势,有些犹豫。 突然,他感到尖头被一只手猛地抓住,王强把尖头一摇,猛力往旁边一闪,回头看见一个鬼子,机里咕噜叫了几句,抡起扬刀向他劈来,王强举枪,当的一声,鬼子倒在地上。 枪声一响,东屋里坐在饭桌旁吃饭的两个鬼子正要站起,林钟从窗口,鲁汉从门口,两只短枪砰,砰,砰。 向鬼子射去。 这时西屋的身帽也在打着枪,并斥呼着,不要动。 动,打死你。 几分钟后,他们背着两颗日本大概和三颗短枪,顺着胡同向北围门冲去。 车站上的鬼子的机枪嘟嘟的响了。 街道上的人乱了,大队的鬼子向水塔的方向冲去,枪声叫声浑成一片。 王强带着队员,穿出胡同转入大街。 北围门的伪军港少一听枪响,把围门落了锁,齿呼着。 干什么的。 随着带颤抖的问话,砰的打来了一枪。 王强,彭亮朝着对方砰砰几枪,一个港哨被打倒了,另一个伪军把枪丢了,掉头就跑,被鲁汉一把抓住,用枪点着头,往哪跑。 把门开开,饶命呀。 我开,我开。 围门开了,王强叫把两个门岗的枪也捡起,就领着人出去,最后鲁汉把伪军一推,伪军一跤摔在地上,鲁汉叫道,你也认识认识早庄的飞虎队。 在干汉奸,我要你的脑袋。 这时老红和李正,正带着人在北围门西北一个高地上接应。 听到水塔附近响了几枪,老红对李正说,干上了。 李正点点头。 不一会临乘枪声响成一片。 李正担心地向北围门方向了望着。 不久,前边出现了一簇黑影,李正击了一下手掌,黑影远远地还了三下,李正踩松了一口气,对老红说,他们回来了。 还没等王强走上涂港,老红就急急地问,怎么样了? 枪拳搞到了。 把脚来的枪分给本地的队员背上,老红带着队伍,由深茂领着路顺着夜里的小道,向湖边的宿营村庄前进。 他们已走出四五里路,临城的枪声还在断续地响着。 在路上,彭亮批评鲁汉,说他不该向伪军谈出自己的身份,鲁汉笑着说。 客店里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过来了,说了怕啥。 兼修水塔的鬼子被打以后,临城的敌人顿时紧张起来。 天一黑就戒严,鬼子在清查户口,逮捕着中国居民。 这两天车站上的钢村特务队长特别不高兴,看见中国人就眼红,连警备队的伪军都怕见他。 他短粗,黑脸白眼,经常撅着小胡子在叫嚣。 除了见了他的上司中队长时两腿合拢,毕恭毕敬的力政站着以外,平时看着下级或中国人,他都是两腿插开,抱着膀子站着,显得非常傲慢。 他有一只心爱的狼狗,长跟在主人后边,逢到主人的两腿插开站在站台上的时候,狼狗就蹲在主人旁边,尖竖着耳朵,前腿蹬着,后腿弯着,做预备进攻的姿势。 当钢村看到不顺眼的中国人,把手里的皮鞭一指,狼狗就猛扑上去,将人咬倒,直到被咬的人遍体鳞伤,钢村一声口哨,狼狗才试着嘴上的血,跑回主人身边。 就在水塔那里出事的当天晚上,鬼子中队长把钢村叫去,在他的上级暴跳如雷的叫骂声里,他整整的立正站了半个钟头。 你看,这集电视一个星期前从早庄总部来的,说飞虎队已经过来了,要你警备,你警备的什么。 钟队长不住地拍着桌子,我不看着你过去对天皇有功,马上要逮捕你。 枪毙 现你三天把飞虎队活动的地方侦查清楚。 不然,小心你的脑袋。 钢村皱着眉头回到队上,他把围警被队长叫来,也照例叫骂了一顿。 车站上的港哨家严了,围门上的哨兵也增加上鬼子了。 夜里戒严清查户口,逮捕着无辜的居民。 抓来的犯人,都由钢村亲自来审。 他动刑很毒辣,不用刑剧,把人吊到梁上,离地半尺高,叫狼狗咬, 直到把人咬得只剩一副骨头架挂在梁上为止。 每逢到夜里,车站附近居民就听到钢村特务队长审问中国人的宁叫声, 天一黑,人们都紧闭着门户,吹灯睡觉。 因为特务队的便衣不论白天或夜晚都在四下巡视着, 看到谁不顺眼就抓去,夜间看到哪家有灯火就冲进去。 钢村不但在临城车站内加紧特务活动, 他还秘密地派出便衣,到四乡侦查。 在第二天,钢村特务队长带着一份已经证实的情报去见钟队长。 他递上书面情报后,又口头报告。 飞虎队确实是在湖边城庄一带活动。 好,中队长满意地点了下头,继续侦查。 当天晚上,早庄就开来了冰车, 从山里扫荡撤回的鬼子纷纷从临城站下车, 驻满临城,沙沟两站。 天浮小,鬼子分五路向铁道两侧, 向湖边进行疯狂地扫荡。 鬼子每到一个村庄,都是烧杀抢掠, 庄里的老百姓都四下跑散了。 鬼子用机枪扫射着, 有些没来得及跑的被打倒了, 有的牛驴被打伤了。 村里的草垛在冒着黑烟, 红色的火光冲天。 鬼子到达湖边铁道游击队住的村庄, 村里已没有一个人影。 这个庄子的火整整烧了大半天, 各家的门窗砸坏了, 锅碗盆罐打碎了。 粮食被倒在火里烧成灰。 鸡、猪被包了皮烤着吃了。 这一天扫荡, 鬼子只抓了几个不向农民的老百姓 和两个失调联络的运河支队的战士。 铁道游击队连影儿也没见。 天黑后, 有的鬼子回了临城, 有几路鬼子把兵力收缩在湖边的几个大庄子里。 铸鬼子的庄子, 整夜火光通亮, 中国老百姓的门窗、桌椅、香柜, 都被鬼子烤火烧了。 他们在火堆上边烧着抢来的鸡、羊做饭吃。 这时候, 房屋和家具的主人, 正在田野刺骨的寒风里哆嗦, 望着火光冲天的家园流泪。 第二天扶晓, 鬼子接着又粪兵扫荡, 又是一次烧杀抢掠, 到处是火光和枪声。 鬼子要用暴力来征服湖边的人民。 这次钢村特务队长带着临城的汉奸, 在扫荡的鬼子大队里出现了。 鬼子每到一个村庄, 他们就拿着日本小旗在逃难的人群后叫喊, 不要跑, 回来皇军不杀。 有些地主妇农受不住了, 都慢慢地被喊回去了。 他们低头哈腰地也胡上日本旗子在欢迎鬼子的大队。 钢村把日本糖果撒向被打伤的小孩。 鬼子在召集着能够召集到的村民, 把抓来的几个老百姓和八路军绑在人群面前。 钢村狂吠般对被迫集合起来的中国人讲话。 皇军出来是打八路, 共产党, 为你们的除害。 我们当着你们的面前, 要把他们杀掉。 几声枪响, 被绑的中国人倒在血泊里, 村民们面对力道, 无比悲愤。 钢村还叫嚣。 以后谁通八路, 皇军也要这样这样地把他杀掉。 这两天方林嫂每天拉着老娘, 斜着孩子, 跟着村里的人四下逃难。 他们在寒冷的田野里奔跑, 有时隐蔽在挖地货坟堆喘息着。 人们望着村里烟火滚滚, 在为自己的家舍财物担心害怕。 可是方林嫂除担心那些以外, 还担心着铁道游击队那一伙, 她脑子里时时出现那个尖如钢铁的带队人老红。 他们不会有什么差错吧? 望着远处的火光, 方林嫂浮在小树旁边滴雨着。 自从冯老头把他们带过来和他见面的那一晚上, 方林嫂皱着的眉头舒展了, 她觉得他们是豪爽, 勇敢而又热情的人。 从那次见面以后, 老红在夜里也曾来过两次。 当别人看到老红发亮的眼睛, 胆怯人就会发慌, 可是方林嫂却从那发亮的眼睛里发现了无限的热情。 当她坐在屋里的时候, 她去烧开水, 她会偷偷地在碗里放上两个鸡蛋。 她想到最后那天晚上, 老红和小波从临城那边回来, 队伍到湖边洋庄去了。 她俩暂时在她家里休息一下。 方林嫂看到她俩有些疲乏了, 硬把他们让到床上去歇一会。 她说, 不要紧, 外边门关好了, 没有事, 你们歇一会吧。 我到东屋和小孩, 老娘作伴。 说着她把自己的被子给他们盖上, 带上门就出去了。 老红迷糊了一阵, 偷偷地拉开门, 出去看看洞江。 这时北风呼呼地紧吹, 漆黑的夜里, 已在飘着雪花。 她看到大门边一个黑影在那里蹲着, 便提着枪轻轻地走过去, 看看正是方林嫂冒着雪在为他们放哨。 当方林嫂突然回过头, 发现老红站在自己的身后, 她着急地推着她, 滴滴地说, 你回屋些吧。 外边没有事。 老红在黑影里, 紧握着方林嫂的手, 滴滴地又是那么有力地说, 你。 好样的。 方林嫂从这简短的火里, 听出恳切的谢意, 直到现在她讨鬼子趴在这田野的荒木堆里, 一想到这句话, 心里还感到分外的温暖。 天渐渐黑了, 扫荡的鬼子的大队, 都向林城撤去了。 逃难的居民慢慢都溜回庄去, 他们都带着沉重的心情奔向自己的家门, 想马上知道自己家里出了什么事。 方林嫂回到自己家里看看门敞着, 除少了两只鸡而外, 倒霉缺着什么。 她在田野看到庄里冒烟, 只是庄膝头叫鬼子烧了一个麦穗垛。 因为鬼子只从这里路过, 庄小没有停下, 所以庄里糟蹋得比较轻。 一天在外奔跑, 饿了厨窑口干煎饼, 一滴热汤都没进口, 方林嫂摸黑去草垛上报烧柴, 想做点热饭给老娘和孩子吃。 她远远地望到昨夜鬼子住过的几个大庄子都没有火光了。 莫非是鬼子全撤了? 但是她听到下阵隐隐还响着枪声。